路走了44年 方向却不止一边 形状偏爱黑色 内心却仍是此间少年 故障48页 但每个终点都值得赞颂千篇 旅程左右万里 时差却最多一天 世事上下千年 却偏要说出瞬间 2014世界依旧很大 大到可以小说 本节目由英菲尼迪收集赞助播出 各位小说观众大家好 我们现在正在世界上最南的机场 这是在我们中国长城站旁边的 南极山站旁边的智力站的智力的机用机场 这机场是刚刚飞走一辆C130大力士啊 所以我们今天要在这里跟大家谈一谈 伟大的大航海时代 这美洲大陆是一块什么样的大陆呢 美洲大陆连车轮子都没有 美洲大陆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大陆 这么大一块大陆啊 大家看世界一共这么大 这么大一块大陆上 没有马 没有牛 没有羊 没有猪 这个什么几乎大量的物种都没有 这个大陆上就是人类到今天为止 一共有38种人类彻底巡化了 可以用来养的自己吃的东西 其中25种是哺乳动物 还有12种鸟 小蛋 还有一种蜥蜴 就是彻底巡化了啊 听话的 在这么多38种人类巡化的物种里 这个美洲大陆只有6种 美洲大陆物种非常稀少 而且跟整个其他地方都不一样 美洲大陆当时最大的 就用来工作的动物是什么 是草地马 就是那羊驼 真的是 羊驼这个东西就是美洲的原产的东西 所以美洲这个 为什么没有发明车轮子呢 按说车轮子是再落后的民族 去非洲 去密克罗尼西亚 到太平 多么落后的民族 它至少也发明了轮子 因为轮子是一个基本的 基本的人类的思考 就是说有轮子 这不是方便多了吗 问题是有轮子 你得有牲畜 来拉这车 这轮子才有用 它因为整个美洲大陆就没有大型牲畜 那肉食的东西 就是人们吃肉 吃的是狗肉 在这个时候 它有狗 然后人们驼动用羊驼 羊驼就别轮子了 就抢尼马 人们都不用它火绳枪 因为火绳枪 大家知道火绳枪是怎么打的 火绳枪是要带一串火绳在这 就没打一发 每发子弹要打之前 是把这火绳拿下一根 然后先把火绳捅进去 然后再把火药装进去 然后再把这个子弹装进去 然后背 人们还没打火机 一点这火绳 然后人家都过来捅你来了 这火绳还没烧完 这枪还没打出去 尤其是一下雨 这火绳全完了 所以它当时并没有什么先进武器 欧洲真正有随发枪 那已经是又快一百年之后了 随发枪就先进多了 随发枪就是用火石打火 就不用这火绳点过来 慢慢慢慢燃烧过去 所以当时哥伦牧出发的时候 也并没有什么先进的武器 一年人跟他打仗的时候 一年人弓箭比他这火绳 因为跟他一弓箭射出五箭来了 那火绳枪才砰打出一发去 而且准确度各方面都不行 因为也没有弹线枪里面 我就说哥伦布的幸运 实际上就是西方的国运在上升 就像我们国运上升 他说我们也经常有幸运的事 那我们国运下降的时候 居然连一个在甲午战中 被比我们弱小十几倍的 只有我们十几分之一GDP的日本打败 但是国运上升的时候 怎么来怎么有 这哥伦布自己想起来什么事呢 他这船上这些人 这几百号人 真是吃糠宴菜 当海实在听起来浪漫美好 自由奔放 实际上每天在船上吃的 都是那种特别特别苦的东西 然后又没吃都没喝淡水 船又小百十吨的船 大概这一万吨船 我看都有人吐 那会这百十吨的破木船就出海了 然后饼干都是后来才有的 饼干就是因为船触礁沉没了 大家赶紧把船上这些东西都背出来 说船沉了 咱那极样的留下 然后面粉也湿了 盐也湿了 糖也湿了 什么都湿了 就放在那晒 全湿在一块了 然后晒干了以后 说一吃这挺好吃 所以这饼干也是这么后来来的 当时之前连饼干也没有 披萨饼也没有 什么都没有 但是有什么呢 身上有病 这特别特别重要 因为欧洲人长期在欧洲 欧洲的病大部分大家都有点抵抗力 有点免疫能力 但是美洲可没有 美洲几乎没有绝大多数世界上的病菌 细菌和病毒 所以由哥伦布开始 欧洲人带去的最重要的两样东西 天花和火乱 以及后来一抓黑奴 黑奴都是这儿来的 所以黑奴为什么这儿最多 美国其实这儿还不是很多 黑奴又带去了欧洲的瘧气 这个整个美洲大陆是没有免疫力的 因为它是一个很干净的大陆 长时间的没有任何这种病毒兵菌 导致欧洲的天花祸乱来了以后 再加上黑奴带来的非洲的瘧气 当时这块大陆上大概有几千万 因为没法统计 那个时候印度部落互相隔绝着 所以实际上具体统计是统计不了 但是至少 西方历史学家共同认为 至少在这块大陆上 应该生存着几千万的印度人 几千万印度人在90%甚至95% 实际上不是白人拿枪打死的 杀死的是这个病毒病菌病死的 大批大批的死亡 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办法去防这件事情 甚至这个天花后来 通过在菲律宾的跟中国的贸易 一会儿要讲啊 中国穿过的岸海 还传到了中国 中国第一次走进了全球化行列 跟全世界一起干了一件事 就是得了天花 所以就是康熙皇帝啊 大家别看他画得很好看 康熙皇帝就是大麻子 就是天花 所以他为什么能以秘书山庄在 谁把我们伟大祖国北京给遮住了 这什么意思 这谁发明的地图 这个为什么有秘书山庄 成德 就是因为这个蛮猛蛮猛嘛 所以蒙古的王公贵族 不愿意来紫印城 你就是因为怕天花 然后于是就专门弄了一个成德 秘书山庄 就是为了到那个地方去 去见 因为康熙皇帝自己就是 康熙皇帝本身就是 大洋海时代的大受益者 一会儿要讲啊 最大的受益者就是 美洲传出来了 玉米土豆番薯 其实差不多 土豆跟放入粥 差不多东西吧 他们两个最像的东西 就是在当时在整个欧洲 在整个亚洲 就没有亩产膏的东西 中国当时始终 为什么老有人口瓶颈 老有人口天花板 因为你人口长长长长长 再希望生息 再长 因为粮食是有限的 粮食有限的情况下 中国人口有一个天花板 就没到这就过不去了 没到这过不去 差不多五六千万的样子吧 到这就过不去了 就是因为我们种稻子 我们不但种稻子 母产低 稻子母产是很低的 而且稻子必须在 有水的地方种 在有河谷的地方 才能种稻子 所以在整个那么庞大的 高原地区 什么都不能种 但是哥伦布到了美洲 以及整个西方人到了美洲 突然发现美洲人 在吃一种叫土豆的东西 而这土豆 最低产的土豆 番薯的母产 也是最高产的 欧洲小麦的十八倍 高的时候可能数百倍于欧洲小麦 土豆 番薯 就是高产的品种 一目的能穿两万斤 就到这个地步 而且最重要的是 它不依赖水 因为这本身印第安人 就没什么水利工程 连车轮的都没有 所以中国第一次人口过亿 就是大麻子康熙时期 所以康熙不但是传来麻子 天花得了 但是也传来了番薯跟玉米 番薯跟玉米如果早点传来 明朝就不会灭亡了 就没那么多鸡民 例子 从张彦中有土豆吃 谁还 这就不造反了 但是呢 这明朝灭亡 我们中国存在着很多很多的名粉 就热爱明朝的 就把明朝夸得简直好极了 我们也不去跟他争辩 但是他老说明朝的灭亡 不是因为这个崇祯皇帝不好 也不是因为万历皇帝不好 不是皇也都好 什么都好 明朝一起都好 就是小兵器来了 小兵器来了 导致这个常年的干旱也好 低温也好 这个确实是真的 在明朝末年的时候 小兵器 但是这个小兵器 今天很多科学家 说到的时候 其实也跟 当然还有很大的直接关系 为什么呢 就给大家讲 这印第安人怎么种地 印第安人种地 由于它没有大型牲畜 它就不能像欧亚一样 欧亚是怎么种地 是先把树砍了 由大型牲畜把树拉走 然后离下去 这个离呀 一定要有牛或者马 骡子拖着 把树根离起来 这样就才能种地 但是这个没有大型牲畜的美洲 印第安人怎么种地 那离人是拖不动的 印第安人叫烧荒 就是大片的森林烧 烧完了以后 大家知道 这个草木灰本身是一种肥料 甲肥 它烧完了以后就等下雨 然后哗一下雨就种 装完以后长出来 收割完了以后就不要了 这块地 然后就到别地去烧森林 平均每块地 大概六年才种一次 因为六年以后 它再回来的时候 这块地又长出树来了 然后它就开始烧 烧完以后 它又等下雨 然后在这再种 这基本上就是 刀根火种 就是属于那种 但是印第安人 有自己强大的文明 印第安人预测日时 准确到2002年的日时 都已经预测出来了 就玛雅文明的时候 所以大家为什么 相信玛雅人预测的 什么去年12月21号 世界末日等等 我真是讲不通 平常玛雅人一个谎话 能骗到那么多人 我撒谎就 因为玛雅人一关很靠谱 尤其在天文方面 绝对了 他们测算的地球链 为365.242链 现代的测算为 365.242链 乌萨紧 0.0002链 就说 无限的乌萨 才仅仅一切 咦 玛雅人数学这么牛 别的人谁知道呢 就说 玛雅人的数学 十分性是教的 不会吧 有证据吗 玛雅人 创造了二十几位技术法 他们的数学演算 可以验用到四百万年以后 这么庞大的天文数字 就在现代性机航行 和测算星空聚地的时候 才用得上 哼 无吐无间相 这种没有吐 吐赖了 你看 这是玛雅一级里 法院的一块石板 你看这个像什么 像 玛雅人在上单号 像宇航员 加持飞行器 这个机器前段 是六天形的 看起来 十分的静谧复杂 还有各种仪表 跟现代的宇宙废船 简直一梦一样 那说明 外星人真的存在 也不能这么说 这个又是假所知已吧 那现在玛雅人在哪啊 我去调查调查 没有了 公元八百年前后 不知道什么原因 玛雅人放弃了 高度发展的文明 搭局现役 后来就消失了 我知道是怎么回事 肯定是他们掐紧一算 将来地球上房价 太高买不起 只好回火星去了 拉倒吧 就我说 这上帝给世界上的 每一个民族 实际上给的东西 是一样多的 比如说都是一方木桶 那你每个民族 做出一不一样的木桶 有的民族 这块长板特别长 那这块短板就特别短 没有一个民族是真的上帝眷顾 大家说犹太人上帝眷顾 犹太人颠沛流离2000年 这个上帝没有对某一个民族 特别的眷顾 也没有对某一个民族 特别特别的吝啬 说什么都不给你 所以印尼安 你别看这种地不行 但是他其他的天文 历法 艺术 什么都极其发达 好 他大量的烧荒 烧到什么程度 整个美洲东半部 现在这个有各种各样的图 基本上都处在烧荒范围 所以常年在整个上空 笼罩一层大量的二氧化碳 大家知道二氧化碳就是温室效应 所以有二氧化碳的时候 整个地球的温度 在温室效应下是高的 那这个大量的病菌来了以后 天花呀 祸乱呀 瘤疾呀 等等啊 印尼安人大量死亡 大量死亡以后 欧洲人去种地去了 欧洲人种地 就牛啊 马呀 羊啊 都来了 就开始离地 砍树 就再也不烧光了 导致整个这个北美上空 当然跟着风带笼罩全球的 这个二氧化碳层没有了 由于这边的二氧化碳层没有了 以及这边菲律宾和日本 大火山爆发 形成的火山灰 当然这是现在的科学家解释 我不是很信啊 形成这种火山灰 反射阳光 导致全球进入小兵器 小兵器实在不光是明朝有啊 整个全世界都像是小兵器 英国那个时候也陷入巨大的问题 就阿尔兰的起义啊 大量的移民都跟着有关 小兵器其实跟大洋还有关 小兵器有大量的农民 就跟中国一样 中国是没办法 小兵器来了 然后连年大旱 然后就没有收成 于是李子生张远忠这些起义了 在西方的是整个阿尔兰 在小兵器中间出现了大量的饥荒 然后出现大量没有地的农民 最后逃出来 所以为什么在北美的大量移民 有阿尔兰人 就是小兵器导致的 但是我还不是很同意 小兵器导致明朝灭国啊 因为实际上 全世界都进入小兵器的时候 只有明朝灭国了 其他国家都没灭 好 那么接下来回讲 印第安人开始大量的死亡 但是美洲有美洲的病 所以并不是那么美好 那么伟大 说欧洲人一去 然后病进去传播 印第安人全死了 欧洲人死亡率也差不多80% 因为美洲有美洲的病 印第安人不怕 但是白人怕 这叫物种大交换 刚开始的时候 大家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就是因为隔绝这么多年大陆 所以西班人来到这个美洲 开始开拓的时候 整个历史是非常学类的历史 就是基本上 一千人来 一年以后还剩一百人 基本上就是这样 然后前赴后继的来 前赴后继的来 但是呢 他终于找到了银子 这个是 说实在的 就是我说的那个国运 因为这跟什么民族性 什么什么都没关系 他就是没银子 你怎么办吧 你哥伦布也好 李伦布 王伦布 他没银子 他真有 这谁都没好 那会儿没有什么勘测技术 什么什么 结果就赌赢了 从这开始啊 大家知道这个 奈巴达州在这个地方 当年属于整个西西班牙的 就属于墨西哥的 是美墨战争之后 割让给美国的 奈巴达州在美国就叫 Silver State 就是有银矿 最北的银矿 从这就开始 一路向南 全市银矿 其中到玻利贝亚 这个中部的高原地区 发现了全世界最大的银矿 大家什么程度呢 这个银矿发现以后 从美洲产出了15万吨白银 10万吨什么意思呢 就是15万吨 就是150万 15万 1亿5000万公斤 就是3亿斤 就是30 40亿两 因为那个时候十几两亿斤 40亿两白银 是什么意思 当时明朝 作为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这个北京是最大的城市 南京杭州 都排在前12大城市 明朝一年的整个岁入 几百万两银子 就这里突然产出了 40亿两银子 大家所有这里 在座的很多都是商人 学过经济学的 这个突然间在 全世界最大的国家收入 只有几百万两的 这么一个事件上 突然出现40多亿两银子 这是形成了 什么大的冲击 就是西班牙这国家 一跃成为全世界最富的国家 就当时它可以买全世界 然后中国突然间就来了大量的白银 到中国来 大家知道 这有一个大城市 当时是很大的城市 现在有点衰落 叫利马 利马是秘鲁的首都 当时秘鲁是非常发达的 秘鲁总督 几乎就是统治整个南美的西班牙 因为1492年出去航海以后 葡萄牙跟这俩牙是最先航海的 葡萄牙跟西班牙在教皇面前 发生一个协议 这个协议是第一次瓜分世界协议 就是以这条京都线为界 以东全部是葡萄牙的 以西全部是西班牙的 所以大家看到 这个整个南美的 这东北是巴西 是葡萄牙殖民地 是说葡萄牙语的 然后整个其他地方都说西语 然后在这儿又有一条线 菲律宾这个地方 这条线往东是西班牙的 往西是葡萄牙的 所以大家看到 这澳门什么都在这西班 是葡萄牙殖民地 包括这到了非洲这边 马加斯加等等等等 所以这个白银从这儿出来以后 用羊驼 羊驼驼着银子 全是大概60磅一块的 这么大的银钉 羊驼驼着 驼到立马 从立马上船 上船以后走哪儿去呢 走到这儿 班牙在当时还没有运河 但是有地下 这班牙地下虽然非常艰苦 就是走长的时候走两月 短的时候也得走两礼拜 所以班牙地下这儿卸下来 卸下来以后 所有人就人背着 因为羊驼已经走不了了 班牙地下是非常非常艰苦的 大家听说过没有 Sir de Rick 他是著名的英国海军史上的 先驱选人就是海盗 英国当时因为很落后 就没能力参加大航海 那怎么办呢 就派出海盗 而且是由皇家授权的海盗 就英国当时的海盗 不是自己去使 是皇家授权 说因为大航海 我们参与不了 没钱 这个国家 那就皇家授权 说你抢就得了 所以他拿着 拿着是皇家的授权 德雷克就是著名的海盗 曾经沿着太平洋岸 沿岸一路抢一路抢 一直抢到美国 他就曾经在这个地方 设下多次埋伏 你想这一过来 几百个羊驼 后来有了马了 就是后来欧洲人 带了大量的马 骡子 一抢就是500匹骡子的 驼着的银子 以及十几匹骡子 驼着的金子 等于这还有金矿 加州就有金矿 当时也都属于西班牙殖民地 加州也是美国战争之后 割让给了美国 所以从这开始走 西班牙国王是要求 把银子全运回西班牙 但实际上 大量的银子在这 流失掉了 流失了哪里去了 从那穿过整个太平洋 这银子流到了 往中国来 为什么往中国来呢 当然首先要贸易 中国东西他本来就喜欢 他找银子就是为了 从中国买东西 但是西班牙国王并不希望 那么多银子去中国 其实要规定 大概有15%到20%的银子 是用来到中国买东西 足够了 十亿两银子 能给中国全买了 给明朝都买了 但是由于银子在中国 的购买力太高 我之前刚才不是讲过吗 这个汇率的问题 在中国一腰 在墨西哥这叫银阳 刻着银的银元 一块银元 国外率是很低的 因为那边白银太多 差不多咱们没具体统计过 咱们举个例子 就是买来玉米 一块银元 但这一块银元越过洋 到了中国 到中国不是银元 是拿称一腰的 一腰八钱银子 大家知道一到民国的时候 这个银阳还通行着 就是墨西哥来的这银阳 一腰八钱银子 八钱银子在那等买三通银 所以所有的人 不管是当官的也好 还是不管怎么骗黄警 也要把银子弄到中国来 因为同样的银子到了中国 那购买力是极高 然后于是能发大财 中国一开始呢 很高兴 大家知道中国这个 所谓的风关进海 不贸易啊 那是后期的事 一开始突然来了这么多银子 中国当然高兴了 中国甚至要求整个沿海 东南沿海农民 就每种四亩地 不管你种什么 就得有一亩 是要种桑鼠 养残 养残 这个做丝绸 为了出口换银子 说到这个明朝 为什么要用银子 我觉得这个要跟大家 多说两句话 这中国是一个 不产银的国家 大家看看自古 中国这个钱 最开始的钱都是贝壳 所以大家看中国字里头 凡是那贝字盘的 跟贝有关的 都是跟钱 大家看这账啊 这个债啊 尤其大家看繁体字 更明显啊 凡是跟钱有关的 甚至连赌 只要跟钱有关 它都有贝字旁 就说明什么 中国自古一开始 是拿贝壳当钱 当然很多民族啊 南亚有些民族 一直用贝壳当钱 当了很晚 到当海时代的时候 很多南亚民族 还在用贝壳当钱 于是这个 当海时代西方人 都不用找银子 直接从岛上弄 就在贝壳 到人那买东西 然后一买买光 这个我们很早 从贝壳当前 就变成了青铜器 铸造的钱 后来就变成铜钱 我们一直是用铜钱的民族 因为我们没有银 我们并不是个产银的国家 这后来到宋朝的时候 这个宋朝说 大家知道 又要给人家碎币 就是那么多北方民族 这一个一个来 我们得每年给人很多钱 然后宋朝说 这个允官 然后允兵又多 到处都是科举上的官 然后都发高薪 宋朝文人最高兴 最后怎么办 朝廷维持这庞大的开支 有了纸币 但是纸币呢 直到很后来很后来 人们才知道 什么叫通货膨胀 这个纸币到今天为止 是非常限制住 说不能让政府的野心 随便发纸币 政府只要有野心 说我们要刺激经济 就随便印纸币 人民的钱就被稀释了 通货膨胀掉了 今天大家都明白这道理 当时不明白 当然说 皇帝一看 说这事太好了 印纸币 印纸币 结果宋朝导致强烈的通货膨胀 但是最后 蒙古人来的时候 宋朝还正好还没有以为 通货膨胀而崩溃的时候 被蒙古灭了 蒙古灭了以后 蒙古人说这个事挺好吗 发行纸币 于是蒙古人也发行纸币 说这太容易了 于是蒙古人发行纸币 导致强大的通货膨胀 那农民起义 当然了 是跟外族统治残酷有关 但是也跟强大通货膨胀有关 所以蒙古发行了这通货膨胀以后 明朝来了 这明朝 当然我个人对明朝 大家都知道 是不太喜欢这个朝代 至少在汉人朝代 咱们不跟外族人 外族人确实很残酷 在汉人朝代里 算是最美出息的一个朝代 明朝来了以后 一开始也发行纸币 说这个容易 结果当然明朝时间比较长 它比曼宋和元朝都长 所以当他发行纸币 就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 纸币就一年之内就贬值四倍 一年之内贬值四倍 就成废纸 就没有人用了 最后大家民间怎么办呢 民间说你给我纸币 我也给你去算了 咱别互相骗自己了 咱都别用这个 所以民间居然用上了股钱 就把各种朝代的铜钱 都给拿出来了 我说咱大家还是使铜钱来交易 结果明朝的皇帝们一看 纸币看来不行了 没法抢你们钱了 那怎么办 那我们来铸造铜钱 明朝之荒淫无道 对人民的盘剥到了什么程度 每一个皇帝上台 要把他爹那铜钱作废 自己来铸造新的铜钱 大家知道这个是 老百姓不知道您爹什么时候死 这皇帝一死 相当于击鼓传花在明朝 就是觉得皇帝不行了 赶快出手铜钱 谁最后卖了东西 收了一堆铜钱 都王皇帝死了 这作废了 然后就非常的悲惨 变到什么程度 国家又大 铜钱又一目同时 出造不了那么多 然后逐渐逐渐作废 最后到了什么程度 这个嘉靖皇帝 自己开始住到铜钱 要把前面铜钱都作废 到福建广东这边 那已经离很远很远离北京 福建广东这边 收到合法的新的 嘉靖年的铜钱的时候 嘉靖已经死了十年了 所以就变成 早上收到了嘉靖的铜钱 还没来尽用 晚上命令就到了 说嘉靖朝铜钱作废 改万利朝铜钱 所以明朝人民被盘剥的 简直就是所有的商人 农民 这个小市民 都完全没办法生活 所以明朝 为什么最后被农民起义给废了 就这个朝代实在太贪婪 所以最后怎么办呢 民间就开始说 那我就不听你的了 你说万利钱来了 这个嘉靖钱作废 我就接着用 可是最后又 法律又残酷 你接着用 它就不行 又触罚你 如何如何 最后民间没有货币了 变成 在没有货币的情况下 民间率先开始用银 当时银是民间开始用的 不是政府开始用的 政府在明朝 没有大规模银子进来的情况下 明朝收水 还是延续了 中国自规来收水 叫收成 就是你 比如说你收了多少稻子 你收了多少农产品 十分之一来交税 来交给我 基本上还是这么收水 但民间就开始用银子了 说咱们民间不管政府了 你说政府已经失控到这程度 民间自己有民间金融 就是银子从哪来 一开始 就是只有日本产银 那时候还没开始大洋海 日本产银 日本产银 结果导致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食物链 就极为可笑 就是民间把大量的好东西 瓷器丝绸 去给倭寇去交易 然后交易了倭寇 从倭寇上弄来了银子 然后用银子 明朝后来一看说 你们除了原来有银子 这么好东西 要求交税用银子交 到了万历年间 用银子交税 就是抵掉所有古物 银子有好运输 您那古物从南方运到北方 光吃路上得吃多少 银子多容易 曹银三不完两 运到北京去 所以最后变成什么呢 90%的税都用银 最后就变成这样一个产业链 就是老百姓 民间的商人 把中国的好东西 拿去跟倭寇换银 然后用银再交了国家的税 国家用税再征兵 再去剿灭倭寇 就变成一个这样的 一个极为可笑的事情 你说这事真是太可笑 那于是 当海市一来临 那一切就变了 就是我讲的 就是大批的白银涌进了中国 日本国寇什么都不是事了 因为那点银子就 所以才开始了 后来的大规模的对外贸易 以及后来的银子的这个编织 后来的封关尽海 给大家讲一个小细节很有意思 就是这西班牙人 怎么碰见中国人 这西班牙人是一路向西 先是占领了这地方 这个从这开始到这 全部被西班牙占领了 就到这 这都被西班牙人占领了 然后西班牙占领了以后 就开始继续向西航海 航航航航航 终于航到了菲律宾在这地方 这离中国很近很近了 到了菲律宾以后 就开始到处打听 说有没有中国人 有没有中国人 说北边 黑菲很多岛 他们是到了南边的这个岛 然后说北边有个叫明都洛岛 其实明都洛岛就是在旅宋旁边 下北点 说明都洛岛有中国人 说中国人经常在那做生意 明都洛岛是一个 有很多小辖班的岛 会能停很多船 西班牙人特别高兴 说终于 去哥伦布之后这么多年 终于找着中国人了 这时候已经好几十年过去了 于是就开始向北航行去找中国人 怀着极为幸福的心情 向北航行去找中国人 而且专门下令说 见到中国人要有礼貌 因为我们是来跟中国人贸易的 欠办法冒犯中国人 因为老觉得中国 你想 你看到中国东西就觉得中国 中国人肯定特牛逼 然后说不要惹中国人 咱修训练好了已经 就跟我们先训练 说别惹企鹅似的 咱们上去以后一定要尊重企鹅 然后这个 结果果然碰见中国人了 碰了两条中国船 结果中国人不问三七二十一 直接就开炮 中国人先开炮 冲这西班牙人 然后中国开完炮以后 西班牙人想又说 怎么回事打我呀 你打我 于是也开炮还击 击沉了一艘中国船 俘虏了一艘中国船 然后西班牙的记载 让我觉得看着好丢人 就是说中国人 说第一次见到中国 说中国人什么样 说先开始那么傲慢 像我们开炮的中国人 当被击沉了一艘 俘虏一艘以后 被扶的中国人 全跪在甲板上磕头求扰 然后高呼万岁 大人什么等等等等 极为不要脸 说怎么 说这民族怎么回事 说本来我们挺友好的来 结果上来先揍我们 然后打不过我们 被我们俘虏了以后 又跪在地上 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 长期以来 受的这种所谓的 儒家教育的结果 就是要么我 你跪着 要么我跪着 就是反正不会 跟人平等相处 我们这民族 其实到今天 都不太会跟 这个世界上的 其他民族平等相处 到今天大量人都是说 我曾经给你跪过 现在你必须得给我跪 什么天天叫笑 打这个打那个 你就不会 说那我不能跟他平等 因为我还被他欺负 他就 中国这个民族 受的教育特别要命 就是要么 就是你比我强 我给你跪着 大人 黄军 太军 反正都行 对 要么就我牛逼了 我来 你给我跪 你必须跪着 所以就这么 西班牙人的记载 我一看 我脑子汗都流了 就跟现在似的 中国人就这样 中国人已经在明都洛岛 在吕宋 在这个马尼拉 去了上百年了 因为这离中国多近 你想想 没事就下个南洋 就去了 中国一饥荒 大家就下南洋 就这么熟的地方 所以里面也没什么政府 中国人一直就没想到 说在那建一国 或者变成一殖民地 结果人西班牙人 来了五百人 在马尼拉一建 中国人就从人交税去了 说哇太好了 有政府了 有西班牙政府 然后就去那交税 然后遵守人法律 什么等等等等 而且被人欺负成什么样呢 当时在马尼拉周围 住了几万中国人 西班牙人只有五百人 但是西班牙人下令 先是说中国人不以进城 因为中国人多呀 西班牙人害怕 而且中国人特坏 你知道 就各种坑蒙拐骗 于是西班牙就说 中国人不以进城 中国人说没关系 不让进城就不让进城 就在马尼拉城外 建了一个特别特别大的 一个中国城 就中国区吧叫做 然后这中国区 后来也移植到壁鲁啊 什么地方 就立马 什么墨西哥城都有 然后这个 后来西班牙人又规定一条 说日落以后 只要出现在中国城以外的 中国人就杀头 中国人于是就特遵守 就日落以后不出门了 在那待着 你说这好几万中国人 你怎么 人家西班牙人离祖国 不管从这边走 还是从那边走 都有两万里 你那 可不可以弄一鸽子 放一信就回来了 就到中国了 结果就居然是这样 所以马上就两个民族交手的时候 最开始这个印象是非常重要 就两个民族一交手 一上来 西班牙人说 哦原来中国人就这样 那行了 我明白了 所以西班牙统治 这个菲律宾期间 在两百年中间 每隔二十年 大屠杀一次中国人 每隔二十年 一共屠杀十次中国人 然后每一次中国反抗的时候 也冲进马来马尼拉城 也杀 然后经常也把西班牙人杀一半下去 但是中国人也被杀一堆 然后就又跑回来 然后一会又回来 因为两边都互相需要 就我有银子 你有货 然后就杀一桶 杀一桶完了 过两天又回来 就跟没发生一样 然后也不像今天 日本鬼子跟你拼了 也没有 说咱继续做买卖吧 我有死仇 您有银子 咱就继续做买卖 坐着坐着坐着 然后又不行了 又屠杀一回 平均二十年一次 就一共十次 其中有一次屠杀的时候 正好郑成功 大家知道啊 这个1644年明朝灭了 是重振死了 在南方还有一堆南明 在坚持斗争 然后郑成功就是其中一支 所以正好 正好也是大黄海时代 郑成功就把台湾证明 这大家知道 这荷兰人跑台湾 当然郑成功当时的海军 是亚洲第一强 不但强于清朝的海军 而且他强于 西班牙人一共在这 没两千人 在整个菲律宾 更别说海军 能跟郑成功这几十万大军比 没法比的 所以这边屠杀中国人 这边中国人就去台湾报信 然后说他们杀我们 然后郑成功 那我们去 荷兰人都不怕了 红毛鬼咱见过呀 是不是 咱不是没见过外国人 不是荷兰都打 已经台湾都收复了吗 说去打菲律宾 如果那时候郑成功出兵了 那菲律宾就成台湾了 就是咱们的 今天就自古以来 就属于我们 然后就等等 就变成这样了 但是正好郑成功 刚要出兵的时候 他这儿子郑成功 和他的小老婆 就乱搞 男女关系 于是郑成功一气之下 再加上他最最重要的 水军主帅叫狮狼 狮狼得罪了他 大家看伟小宝里头就有 狮狼就探逃了 逃到清朝去了 然后于是郑成功 俩件事一气死了 就一死就没出兵 菲律宾 这西班牙人就吵着了 这西班牙人 其实是非常幸运 我仔细看大海历史 实际上 没有一个地方 西班牙像后来的 大英帝国那么强 后来大英帝国是真强 就鸦片战争真来啊 你跟我来劲 咱直接就舰队来 是吧 我说打你就打你 我到北京烧你圆明园 我追你上西安 我想打你就打你 就是那时候 大英帝国真强 后来的美国也一样 说你跟我来 没劲造过你 西班牙其实没有那么强 西班牙没有 在没有在一个地方 形成了巨大的优势 菲律宾 就五百人 一千人 马尼拉里头 然后整个菲律宾 就几千个西班牙人 在整个美洲 都没有形成 真正的像后来 大英帝国那种强权 所以他们就特别愿意和平 特别愿意做生意 他们用了很多方法 通婚也好啊 和大家和平相处也好啊 赦免也好啊 一开始还拿印第安人当奴隶 后来这个西班牙 还专门下了一个法令 叫禁止用印第安人当奴隶 为什么呢 因为出海的时候 冠冕堂皇的目的 永远只有一个 就是去拯救别人的灵魂 就是去推广上帝嘛 他们西方人 不管是军东正也好 还是向西大海 都是说这一句话 说我们要去把上帝的福音 就跟我们那时候说 解放全人类 把国产主义福音 传到全人类去 是你把上帝福音传 所以他出来的时候 在每个地方 都有一个总督 加一个主教 总督当然贪婪了 西班牙人也 任何人其实都是这样的 你到那都会很贪婪 但是主教老是老是说 咱们你们怎么把印第安人 给折磨成这样 说印第安人不是罪人 不是异教徒 穆斯林是异教徒 犹太人是异教徒 犹太人而且改了信仰都不行 但人家印第安人 本来没有信仰 人家是不知道 有上帝的存在 人不是知道而不信 所以后来下了一个 重要的一道命令 就是当法律了吧 就是印第安人 不能当奴隶 所以实际上 西班牙人跟印第安人 相处的还挺好 最后对印第安人屠杀 这要说到 这是美国干的事 这是美国最后 都独立了以后 美国最后屠杀印第安人 是美国独立战争结束以后 1812年战争结束以后 差不多183几年 到184几年的时候 对美国大陆上的 最后的印第安人 当然那个时候 已经不能 不是当初的印第安人了 德天花变麻子 太可怕了 变麻子是幸运 德天花很容易死印 是八世纪 欧洲一个天花 就死了一亿五岁万以上 妈呀 太可怕了 后来是不是发明了一种新药 把天花治好了 哪有那么简单 到现在为止 天花还治不好呢 那我可得好好保护好 我这如花似玉的脸 不用 1970游戀 10月26号 世界卫生组织宣布 天花已经被彻底笑灭了 老王 你得失忆症了吧 刚刚还说治不好呢 治不好可以预防呢 很早以前就有点发现 得了天花 要是白死 以后就不会再被穿染 而且会有终生免疫力 这叫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所以在失忆世纪里送草 终于就开始 有硬豆解肿 预防天花 怎么种呢 打针 把雀鱼以后的天花花者身上的架皮 变成粉末 垂进健康儿童的冰子里 用来简单预防天花 恶心死了 那就没有干净点的办法吗 有啊 到了18世纪以后 就该用中六兜的办法了 再往后 全世界的小朋友 到已经练机 都在中六兜预防天花 你看 这就是中六兜 用他的罢了 天花不是被消灭了吗 还种啥 中六兜啊 你是1979年 从我到1982年才听着中六兜 1982年 老王你几岁啊 几岁啊 啊 你是七零后 怎么长得像五零后 你管我都 其实我有时候想 午夜堂在那 想想当年的这段历史 我都觉得特别兴奋 就是今天再也没有那种机会了 就是你出海 你到了那 你就形成新的种族 因为这后来印第安人本身就分了很多种 后来分了几百种人 是什么人呢 西班牙人跟印第安人 西班牙爸爸跟印第安母亲 生的孩子是一种人 然后西班牙女的跟印第安男的生的一种孩子 是一种人 然后黑人 这个来到这儿又混 就黑人跟印第安人又混 黑人跟白人又混 然后混的人 黑人跟白人混的人 又跟印第安人和黑人混的人又混 然后于是 你知道开人的历史最苦道的什么 就是记不住那些种族的名字 就那名字太多太多 复杂极了 至于我也没法在这儿讲 因为我实在是记不住 太多太多种 但是这说明什么呢 大量的那种那种物种的融合 刚才我说了 大量的种族的融合 就变成了完全崭新的人类在这里出现 所以后来变成了 在美国最后剿密印第安人 这些印第安人已经不是当年西班牙人来的时候 那些传统的印第安人 甚至这些混血们 是混了不同的血 还形成过好几个大的国家 印加帝国是被灭了 被毗萨罗灭掉了 毗萨罗表哥灭了这个阿斯坦克帝国 这两个大帝国都被灭掉以后 于是大量的混血的人 先开始当奴隶也好 黑人当奴隶逃亡也好 因为这个大家知道 这个南美北美 尤其中美洲这边森林密布 沼泽密布 所以特别容易逃跑 一逃跑就跑出这就弄点游戏队什么的 曾经形成过多个大国家 在这儿形成了一个由黑人和印第安人混血的后代 坚持了90多年的一大国家 其实就是什么呢 就是每次黑奴中央只要出现王子 出现将军 就会出现大叛乱 再一个就是黑人 大量的全是军人 所以当打败了对方的时候 就是因为他们都是非洲的这些人弄的黑奴 最后到了这儿才卖给白人 在海上才卖给白人 所以白人不知道这些人的来历 也没人说给人没谁履历 说这人是干嘛的 结果经常这黑奴打败了仗 或者灭了国 那里边有国王 那里边有将军 那里边还有公主 我说这儿有见过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国家 就是一部楼神把人一个女王给弄来了 在这个奴隶堆里 但他说我打败了 你就是俘虏 你就是奴隶 我卖的时候我也不跟人介绍 于是他们白人也不知道 就这弄一个女王 然后女王身边一堆中央女王的人 跟着一块当奴隶 结果女王起义了 然后大批的黑人就跟着他逃到山里头 然后在这儿屡屡打败西班牙人 坚持了90多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国家 在北边也是 北边这个整个墨西哥城周围 也是一个将军 也是打了败仗 在帮俘虏 俘虏以后当黑奴卖了 但是这是将军 下边还有很多部队 然后就这边突然起义了 起义以后西班牙派骑兵去剿灭 突然西班牙吓一跳 说这帮黑奴突然排成整齐的 就是所谓的希腊步兵战阵 希腊步兵战阵就是 这个希腊当年是布罗布尼萨战役 也是马拉松战役的时候 就是重步兵排成方阵 然后全从后面有毛 一层一层的毛出来 这样对着骑兵 然后说这黑奴 吓一跳 后来才知道这帮人全是军人 全是在这个非洲打仗 打败了的战俘 跟大家说个概念 其实我一直在说 黑人的印度人的浑血 黑人的印度人的浑血 实际上我实在是说不了这么长了 所以跟大家就直接 马轮人来形容 实际上是这样的 不同的黑人 不同的非洲来的黑人 跟不同的印度人的浑血 在他们拉丁美洲 是有不同的教法的 所以我这个 今天我说马轮人 只是因为我实在不想说这么长 每次都是黑人跟印度人浑血 但是马轮人 是西非的战士们 就是战斗民族 和印度人的浑血 是应该说在 非洲人和印度人的浑血 的众多个种族中间 最强大的一个种族 在巴西丛林里 坚持战斗的 先后形成过两个国家的 那都是马轮人 就是我说过的 有个女王 居然当奴隶给卖到这儿了 然后成立一个国家 在巴西的山里 在北边 在这个墨西哥那里 一位将军 在战败了当俘虏 也给卖了当黑奴 然后也成立了一个国家 这个马轮人的成立的国家 而且坚持很多年 跟大家讲个有意思的事 这个怎么脚都脚无灭 就我跟大家出过多次 西班牙没有后来的英帝国 那么强大 更没有后来的美国 那么强大 西班牙在所有的殖民地 剿灭的战争中间 冲死了出动一千 什么两千部队 也就这样 这个灭掉印加帝国的时候 这个毗萨罗 灭掉印加帝国的时候 是毗萨罗自己雄才大略 是用了大批的 反印加帝国的印第安部落 以及大批的奴隶 然后加上一点西班牙人 一共二十万大军 灭掉了印加帝国 那二十万大军 没多少西班牙人 所以西班牙人 无论如何 打这帮马轮人 又都是西非战斗民族 都是军人背负来的 打不过 打不过怎么办呢 最后就去找这个马轮人谈判 说这样吧 马轮人最后也是恶守 最后美洲的大量的战斗 就发生在巴南马 因为大家都发现 西班牙主要搬 要通过利马北上 然后到了巴南马 西班牙这个城在巴南马 然后要背过地霞 然后到东边那个城 再上船去欧洲 所以大批的马轮人 大批的海盗等等 都聚集在这个地方 就为了抢银子 你想上一辆的银子 要从这背过去 羊驼 后来的骡子等等 然后西班牙那个将领 去剿灭马轮人 所以说我跟你谈判吧 谈判成什么样的 说西班牙我们是 还是我们自己 西班牙的帝国 东边以你的名字 成立帝国 咱对半分好不好 咱们一块弄去买路钱 结果马轮人就信了 信了以后出来 然后大家还一起狂欢等等 狂欢了一个多礼拜 然后最后人家那鸿门眼 比咱这要厉害 咱这当场就要亮剑 人家那边狂欢一多礼拜 都喝得一塌糊涂 就告别 说最后告别的时候 突然间西班牙人 拔出了枪跟剑 然后杀了马轮人的头目 然后杀了他们的将军 等等等等 从此以后 马轮人再也不相信 西班牙的任何谈判 西班牙人给出任何条件 就不同意 跟你战斗到底 然后呢 联络那些英国的欧洲人 因为英国在反西班牙 英国虽然弱 但是努力在反西班牙 就联络到 这德雷克海峡 我多次讲过 德雷克这大海盗 就联络到德雷克 说咱俩一起干 然后于是就 又弄了内奸 弄了这个眼线 知道大队的西班牙白银 什么时候来 这个几月几号来 出发的时候 都已经知道了 马轮人和英国海盗 就德雷克手下的 一起埋伏在那 都说好了 把这罗子群放过去 放过去以后 马轮人在前头堵 英国人在后边结 然后把这银子 当时大概 算下来有几百万两银子呢 相当于中国曹银了 都已经 然后说咱们一起弄 结果这英国人太爱喝酒 这马轮人是没想到 以至于这个 你想海盗手下这帮人 这真事啊 这不是电影家里 被海盗 就德雷克手下的一海盗 结果这罗子刚到 听见这罗子铃声了 还没来一等 放过这哥们就开始 哇大人箱出了 飘飘放两下 得 马上全跑了 全跑了以后 就原来的设计 是要把他们全歼 就不能有人跑了 回去报信 结果全跑了 就剩了银子 那海盗又背不走 谁来背着银子 最后怎么办 按照海盗传统 就把银子埋了 跑去以后这消息马上就大队的军队 就追过来了 追过来以后 他们这喝醉了一堆醉鬼 然后于是有俩醉鬼没跑俩 躺那睡着 又被逮着了 逮着以后 严刑口打说买哪了 结果最后从河窗里都给挖出来了 结果马来人也没抢着银子 是德雷克也没抢着银子 等再回来挖之后 都已经被人家殖民政府挖走了 所以从此以后 马来人是连 既不信西班牙人 也不信英国人 说你们这些欧洲人太不靠谱 再给大家澄清一个东西 我需要澄清很多东西 就是黑奴 按我们的教育 永远是一副这样的情景 就白人在那抓黑人 到处抓 抓完了以后 所有人传 然后白人传言在那守着 然后打 然后到那白人 其实不是 大家仔细要研究一下 黑奴历史 全是非洲人自己干的 为什么呢 非洲和欧洲不一样 欧洲的财产就是土地 欧洲土地是私有化的 我有财产 我有地 非洲当时有那么多 光西非这块 60多个国家 所有的土地都是国家的 跟我国有点像 都是国家的 你一点土地都没有 所以在非洲 一个人的财产是什么 就是奴隶 谁有奴隶多 谁就是土豪 谁就是富人 所以奴隶都怎么来呢 就是靠战争和犯罪 犯罪当然是少数 不能人都犯罪 后来是为了多卖点黑奴 给这些白人 好多西非国家 把法律定得特别严苛 就是因为让你犯法 你一犯法就把你当成奴隶 但更多的是靠互相打仗 互相打仗的时候的战俘 战俘是奴隶的最重要的来源 所以实际上 大量的战俘被卖到 因为他们主动买 他们为了获取财富 因为那黑奴很贵的 我给大家说一下价钱 最最最最最便宜的就是中国人 就是中国的猪仔 就是福建这边运过去的 最便宜在奴隶市场上 最贵的是黑人 黑人25磅一个 就是黑奴 25磅什么概念 不是今天25磅 值250块人民币 不是不是不是 25磅是当时在伦敦的一个正常的工人的四年的工资 所以大家看到什么月亮与六便室什么什么 那时候都以便室 便室就是penny 一分钱一分钱那都是钱 然后说一工作一礼拜 能正一先令 这已经很好了 一先令一毛钱 所以这个625磅 相当于这个一个人好几年的工资 其次呢 它叫欧洲契约奴仆 这欧洲契约奴仆是什么人呢 就是那些破了产的 或者犯了法的 或者没钱给葬爹妈的 就自己卖身了 就契约奴仆 通常签4到6年合约 就我给你当奴仆 当时移民到美洲去的白人 我大量是带着契约奴去的 那契约奴到了市场上 他也去买 他觉得契约奴干脆不要了 换个黑奴得了 欧洲一个契约奴 差不多卖不到10磅 你想想黑人卖25磅 然后一个印第安的强劳力 差不多能卖到10磅 也就是这样 那华工 华工是最悲惨的 华工卖到5磅 5 6磅 也就是这样 这么贵的黑奴 为什么贵呢 我给大家讲一下 黑人有一大特点 是后来被大家发现 他不得病 就这些传染病 他都不怕 天花也没事 祸乱也没事 这瘧疾本身就是从非洲来的 这瘧疾倒杀死了几百万白人 在北美 北美上百万白人 被非洲来的瘧疾杀死 然后这个黑人自己没事 因为瘧疾就是从他们家来的 所以大家看看 这个非常有意思给大家讲 这个两条线 一条线在福西亚州这地方 南边 这个大家看过南北这张历史都知道 南边叫蓄奴州 都是黑奴 然后北边叫废奴州 都没黑奴 为什么呢 因为这条线往南就热了 大家知道瘧疾 这样热的地方才有 冷的地方就没有 所以那冷的地方因为没有瘧疾 他就不想花那么多钱买黑奴 他花五磅买黑奴 他花五磅买一中国人不就完了吗 中国人比黑人还智乎奈劳 然后或者花十磅买一印第安人 印第安奴隶也可以 只有有瘧疾地方 你买了你亏了 为什么大家都是做生意的会贪这个成本 贪销成本 你买一个黑奴 黑奴可以工作八年十年 所以贪到每年才花两磅 你买一个印第安人 这印第安人就瘧疾只要一来 一年之内全死光了 印第安人大量的就是两礼拜就都死了 然后这个华人 华人也是干不了几年 然后就也是这病华人也受不了 只有黑人耐这个瘧疾 所以只有在虐极泛滥的地区 就是斯基拉尼亚州以南 这条线 这条线叫梅森ディ克森 在美国历史上是一条重要的线 叫梅森迪克森 这条线以南全是旭奴州 这条线以北是费奴州 南北的人ều 就是 towards which side 西白 南北打起来的就是费奴昭跟徐诺诺诺之间 南北人之后讲个很有意思的事啊 我之前讲小说是我曾经讲过一笔说 台北京国失败以后 有两三万太平军的两个王带领下漂洋过海 漂到了南美 漂到了秘鲁跟智利之间 后来还参加了南美太平洋战争 就大家一起抱垂这个玻利贵亚的战争啊 把玻利贵亚变成一个内陆国打的 就主要就是用这支雇佣军 这说明什么呀 失败的时候人们永远有不服的 那美国南北战争失败以后 南方有大量的人不服 本来就不服 本来南方就骁勇善战 南方这个民族 跟我之前跟大家讲这个瘧疾啊 死亡率高啊等等 有很大的原因 因为在南方这个死亡率很高 大家见惯了所有这些东西 所以南方民族本身就比北方民族 要骁勇善战 要强悍的多 所以最后被打败以后 非常的不服气 之前我给大家讲过南北战争最后败啊 北军都不要脸了 就一路最后叫向太平洋进军 烧杀强烈一路 火烧亚特兰大等等等等 所以南军之后很不服气的 怎么办呢 就最后不在美国待了 说你们就这么欺负我们 我们就不在美国待了 就大批南方的奴隶主 南方的这些 其实还包括有奴隶啊 奴隶很多人觉得奴隶主挺好 跟着奴隶主 都到哪去了 到巴西去了 到巴西在巴西成立了一个小小的邦联国 他们那个叫Confederation 就是南方的邦联国啊 这个举着那邦联国去跑巴西 亚本逊留意找了一块地儿 又弄起他们的大庄园来 又弄起他们的奴隶制度 然后在那儿成立了一个小小邦联国 但是没生存多久啊 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其实是一个生理原因 不是因为什么棉花 我看很多历史在那儿胡分析 说因为南方种棉花需要黑奴 种棉花也中国人也可以种 干嘛需要黑奴那么贵 就是黑奴是最贵的啊 这一定要澄清这观念 就老觉得黑人便宜 其实不是 大家看阿根廷 正好咱们从阿根廷过来 阿根廷全是白人 巴西都是黑人 正好跟这条 这个梅森迪克森线是一个意思 这叫拉普拉塔河这条线 这条线引南就冷了 冷了瘧疾就没有办法存活 所以就不需要黑奴 但这条线一北 就往迟道去了 这巴西什么这些地方 就热了 瘧进来了 瘧进来了你没办法 你再贵也得买黑奴 因为黑奴它不得病 它可以干很多年 它可以摊销成本 摊下来的时候 每年其实是便宜的 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啊 讲到这两条瘧疾线啊 北半程度的瘧疾线 这个梅森迪克森线 南半球的拉普塔塔河 这条瘧疾线 北半球瘧疾线以南 南半球瘧疾线以北 有点复杂啊 其实就是吃到两边 说白了吧 为什么形成了后来的 所以南半战争之前呢 就大的plantation 大庄园种制度 就是因为在这两条瘧疾线之间 大量的瘧疾发生 人们的死亡率很高 在高死亡率的情况下 小农场是没法生存的 因为小农场一共 比如说仨工人 仨工人死一个 三分之一没了劳动力 它没法生存 它也没法补充 它只有强大的 特别大的plantation 因为我几百上千号的奴隶 才能出现 我一边死一边补充 死了我买 然后等等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 所以小的庄园 全部被淘汰掉 在这地方 形成了庞大的那种 大庄园时代 就大庄园时代 不光是美国南部啊 从美国南部一直到巴西 全部都是大庄园主时代 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里 然后咱们下期再见 如何成为一名女神 在美国 你必须要有足够高的个头 在古代中国 你必须要有足够的能力 比如会补天 会飞天 会打雷 在现代中国 你必须要进入娱乐圈 而进入娱乐圈的方法 也有很多 比如你有个好爹 你就成了女神 比如你读了艺术类院校 又顺利毕业 让星探看上 又经历了黑心制片人 色狼导演 各种无耻潜规则之后 你就成了女神 再比如 你参加了选秀节目 编了一堆感人废物的 危惨故事 让评委选上 又经历了黑心制片人 色狼导演 各种无耻潜规则之后 你就成了女神 什么 你不想遇到黑心制片人 色狼导演 也不想接受各种 无耻潜规则 什么 你是男孩 想成为男神 这个 来报名参加 优酷男神女神节目吧 只要你满足以下几个条件 随时随地都能唱歌 随时随地都能表演 随时随地都能卖萌 哪怕什么都不会 只有一颗想走红的心 恭喜你 你已经具备了 成为男神女神的基本条件 接下来 你只要登陆优酷 打开男神女神页面 发送作品报名 成亲上万粉丝 就会向你用来 男神女神 一步成神 正史的利子 严实的范儿 高晓松写手铁无路图书 小说系列从书第二部 强力来写 小说二 国际事业更开阔 变态辣椒精美插画 张发财 破破的桥 毫妨 少一辈 文渊阁大学士 独演精彩电影 揭秘欧洲列强登丑录 带你领略美国任律物 深谈中国千年科举 一起重温大师云集的八十年代 现已上市 各大网站书店 均有销售